歡迎收聽這次報欠我萱 我是桃女 我是GG 我現在喉嚨的聲音有性感嗎 還好耶 可能是人的問題 所以本身長的不性感 誤會大了 我今天沒辦法反駁你們 我整個聲音 太棒了 我整個人的聲音就是會 我大概每一次一句話只能講就是 講完就斷 我不能再反駁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太棒了 我們多多幾幾吧 先錄十集 好期待有一天哪個桃女會變這個樣子 你說燒蝦嗎 對啊 然後就再也不會硬碎硬解了 他就是乾脆不講話啦 對啊 我就不講話 真的耶 那就是他的風格 對啊 你這樣反而讓他爽了一集 坐在那邊無所細事 我也會想要錄十集 就如同你們今天本來還想說要懲罰我 所以不買麥當勞早餐給我 因為我昨天就是跟武康仁合照 然後桃女他們就覺得說憑什麼 然後他們今天就想說 心裡有一個小勝利就是 我們有沒有要幫薰買麥當勞 對 結果我自己今天也沒有想要吃 因為喉嚨好痛 我只好擺到下一次再懲罰 對啊 我剛剛就跟他們說 你們要懲罰他應該是 你們要買麥當勞來 然後吃給他看才會懲罰 對啊 我們的懲罰是有點順便啦 因為我們今天也沒有想要吃麥當勞 而且是我們心靈上是有些默契 是嗎 哇 恭喜兩位 真的太好了 好棒喔 好喜歡你們的默契 因為喉嚨說他今天生理期也剛好來 整個人不舒服 他等一下可能會就是情緒很慢 然後倒在桃女的懷裡哭這樣子 例如徐某女這樣嗎 對對對 好 然後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要先為桃女鼓掌 對 桃女秀出來 胸前那一個 喔 這個 被麥克風擋到啦 喔 抱歉抱歉抱歉 對 這個 桃女你做了什麼事 我去爬101 Yeah 101 嗯 很厲害桃女 對啊 可是我發現很多人都有爬過了 有嗎 很多 是暴名很多人 總共五千 五千 欸應該是不只 不只五千 好像不只五千欸 自我挑戰主 就五千了 對 好 那個 欸我們剛剛這樣子的話 桃女的名字就會出來 對啊 全名 看不清楚吧 Zoom in 好 然後 欸我覺得桃女真的很令人感動欸 我們在年輕 就是我們在年輕 這個情緒好滿喔 感動了什麼 告訴我 快點 讓我感受一下 其實我們在年初 然後 台內那邊 隨口說說 要討你去登高 喔 他就真的去做完了耶 真的耶 對 我有我的同事們的那個 鼓勵 鞭策 喔 這個算不算是我們 2024目標裡面 達到的第一個啊 好像是欸 因為我連漫畫也還沒看 喔 電動我有玩到一半年嗎 可是我們也有開始 學越南語了 喔 對 這倒是 欸這個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不是有那個 我之前有業配一個越南課 嗯 然後還沒開 但是我們就自己先去找 我們太好學了 就是 那課都還沒開 我們就很急著要學 我們就找了一個APP來學 嗯 那個叫多靈果嘛 對 所以好多人在學那個 用那個APP學語言 然後 它那個有 彼此朋友圈的機制 嗯 所以我就會 我下載第一天 我先下載的喔 嗯 然後下載完之後開始玩 然後我就推薦給兩位姐姐們 嗯 我隔天一早起來 桃女給我 哈哈 飛到哪裡去 他整個人學到就是 你覺得他好像是變越南文老師了 我跟你講因為那個關卡 長得太像Candy Crush了 他就是把他當Candy Crush在破 你知道嗎 對 他每一個都要拿三顆星 要拿那金色的圈圈 對 我還跟小娃說 你看我全部都金色了 然後小娃說那是什麼 哈哈哈哈 根本不重要 重點是你有沒有學進去 對他 他整個 好勝心極強 有學進去的才能拿到金色啊 沒有 那你有拿到金色 就是重案還是可以拿到金色好不好 可是他會比較難啊 他難度有提升 我每一個都金色 你也是嗎 對我也是 那你也是 可是你的那個 你有中段吧 過中段 不好意思我這禮拜都沒有學 哈哈哈哈 因為我這禮拜休假 我這禮拜也好忙 可是我都會硬要 就是學 至少學一個 我就連在孟加拉也是 我覺得 而且他那個 他可以放到手機桌面上面 所以你知道他就會 臉就會變生氣的臉 喔真的喔 對啊 我沒有用那個Widget 喔對對對 就是用 他就會長這個樣子 這麼大一個 然後呢就是 他如果到 晚上11點多 快12點的時候 你那個日期快要 沒辦法接續的時候 他就會 臉就會變很生氣 所以你連續幾天了 15天 半個月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都太棒了 但那個我們還稱不上是完成 對 對對對 我們現在可能一句話都還不會講 可以啊 我會要Della V Della V 我是V 哈哈哈哈 你是V 我是V 哈哈哈哈 亂學一通 對啊 但是桃女這個 真的是完成了耶 嗯 燈高 而且我是抱著一個說 天啊 因為軒還有下一個行程 我說如果 如果爬太慢怎麼辦 他看不到我怎麼辦 然後我經過 因為你說你在89樓嗎 對 可是他其實是選手跟 那個親友是分開的 對 有時候我經過89樓的時候 還看不到你們 可是我不知道這件事 然後我經過89樓的時候 也好緊張 我想說天啊 然後到了 91樓的時候 大家都在背板拍照 然後還要排隊 拍四幾分鐘 我說不能 沒有空拍沒有空拍 我就趕快下樓 天啊你好感人喔 可是你知道我們上89樓的時候有多氣嗎 嗯 我們上89樓的時候才發現 欸原來我們看不到選手 對 那我們上來這邊幹嘛 對 而且我們還花了 心情是一樣的 還花了420塊 對 上89樓 沒錯 還七早八早的雄門 後來有在89樓見到我了 對啦 見到一秒 然後我還衝進去 結果被 他突破那個警衛的防守線 對對對 被阻止被趕出去 我覺得我們要先講桃女的成績很厲害耶 嗯 桃女他在39分25秒點87 嗯 走完這個101 91樓 對啊你跟柯文哲差幾分鐘 嗯 我輸了柯文哲大概一分鐘 喔你輸柯文哲一分鐘喔 對 好厲害喔 哈哈哈哈 人家可是一日雙塔的耶 啊那倒是耶 哈哈哈 桃女真的是 我覺得39分鐘就是正常了 嗯 是嗎我覺得很強喔 我覺得蠻厲害的耶 就是他有平均大家多久嗎 我的步調不能 就是算慢的啦 你那個時候步調算慢的 但是中間都有休息 你有配速嗎 就是照我平常的走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走太快會太喘 我反而會需要休息更久 嗯 就是慢慢來然後不要走太快 然後他基本上十樓就有設一個休息點 嗯 美十樓 對 休息點有什麼吃的啊 對啊 有什麼吃的 吃的結果 都是贊助上那些吃的 嗯 糖果啊巧克力然後跟水 哦 都蠻簡單的一些東西 能量補給概念 對對對 然後一聽 聽說你是 我聽他來講看那種新的啊 比如說前十樓特別高 哦對因為那個伊林有挑高 嗯嗯嗯 但他的階梯沒有到特別高 哦所以還可以 對只是說你要繞比較久 不是 你們這是什麼奇怪 欸不是挑高樓梯就會做得特別高好不好 樓梯都一樣高啊 可是有一些會做得比較高啊 哦我以為會說 真的嗎 有些會就是因為你做得比較高的話 你就要 大腿就要抬得比較高嘛 對 其實會更累 每一階的高度不是都一樣 只是他會比較多階啊 其實我覺得一到十樓的階體 好像還是有高一點點 真的喔 但是沒有差很多 嗯嗯對 但是你繞起來的話 他可能就要變成繞兩三圈 哦 然後後面的 就只要繞大概兩圈 哦 哦 所以你是心裡會很有感覺說 我現在在走的這一層樓 有但是因為前十樓是你 所以一開始嘛 所以沒有到那麼累 我覺得我是到大概五十樓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累 你到五十樓才累 你很厲害 沒有我會是會覺得 天啊我好想要休息 可是你就是不能讓自己休息 因為一休息你就會更累 哦你身體會冷下來 你會覺得更累 而且他那個爬樓梯感覺很暈欸 因為你是一直轉圈圈的往上爬 是不會暈可是很悶很熱 哦 密閉空間 我到最後就是 我就是到那種休息醫療站那邊 那邊就有那種冷氣的感覺 嗯 在那邊休息個幾秒才覺得 哦 身體比較舒服 你覺得樓梯已經有醫療站冷氣 呃就是 不是每十樓都會設一個休息點嗎 在樓梯裡面也會設醫療站 沒有他就進去的辦公室 哦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走一走到 就進到某一個辦公室裡面 然後再走出回樓梯裡面 是可以啊 然後還有廁所啊 哦 那也可以跑到一半上廁所 哦 那你有上廁所嗎 沒有 就是四十分鐘都完全沒有上廁所 也沒有喝水 有啊 一定有喝水了 哦 可是我看到你手上沒有拿水 所以你是到休息站再拿來喝 然後再放下來 因為他們規定 因為你比如說你倒了嘛 那就是那個賽道啊 哦 對哦 人家都要共用的 他們為了危險 所以你連手機啊 你都不能放口袋 你口袋如果要放的話 要有拉臉 的那一種 就是完全不能讓你東西會掉 所以那邊其實蠻浪費 他們都是用紙杯 哦 因為我看他連毛巾都沒有戴耶 對 都規定不能戴 連毛巾都不能戴 但是休息站還可以讓你擦汗嗎 他沿路會有發那個厚的那個擦手的止徑 哦 那還蠻貼心的 然後你弄完就丟掉 所以你有可能爬完八十九 你就滿臉都貼滿了那個衛生紙靴這樣子 你可能會 因為你可能會很冒汗 而且我一直滴汗 我怕會影響到人家的賽道 你就把人家賽道都滴濕了 工作人員就是一直在拖地 哦 對他工作人員其實蠻多的 好用心哦 對然後外面還有 因為我們也不能帶東西嘛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放 寂放行李的點 對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也是 應該有超過二十個吧 哇光放行李就有二十個人 對 因為他要分ABCD組嘛 然後一組可能就有兩三個人 然後他就排一排 五千多個人的行李 對啦五千多個人的行李好誇張 真的好多哦 那你那時候走的時候是 就是樓梯堅硬不大嗎 會很多人跟你一起嗎 其實不會耶 因為他三秒放一個嘛 然後大家的速度其實都 差不了多少 哦 三秒放一個好酷哦這個 對除了是比較快的 超車的 超車的 他們就是有點小跑步 哦 不然大家速度不會差很多 對 然後他 因為我們是 腳上有晶片 哦是在腳上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你手上 怎麼都沒有帶任何的東西 嗯嗯嗯嗯 對 他就是腳上的晶片 所以他 大家出發的時間不一樣 嗯 他就是用計時的方式 算你的比賽層次 時間 那你的心境 欸我想這樣 你在第50樓的時候 你覺得快要不行的時候 你怎麼告訴自己 我就是說宣 宣 所以有下一個行程 所以有下一個行程 我就是這樣激勵自己的 好棒哦 真的欸如果你沒有下一個行程 我可能就是 用走的 用走的 所以下一次要跟你說 慢慢的欣賞那個天井 我們的行程是在提前半小時 你可能會爬更快 我感覺會放棄 你就贏過柯文哲 沒可能20分鐘就爬完了這樣 哈哈哈哈 你最快的好像是 女生好像是 18 15 15哦 嗯 今年是15 就是自我挑戰組 然後因為精英組 他們是要先爬完91樓之後 休息半個小時 再爬59層樓 蛤 所以他們的時間 好像女生最快好像是22吧 這是哪來的 哪來的概念 為什麼要再爬59樓啊 沒有那是賽制啊 嗯 那個是賽制 就是91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夠了 太短了對不對 太短了 太輕鬆了 欸十幾分鐘走完 真的太扯了耶 對啊 他們是用跑的啊 對 然後他們跑完就是 就是爬在地上崩潰的那種 蛤 而且他跟平地的馬拉松差很多耶 他是要一直上樓梯一直抬大腿 那種超級酸的 所以你的39分鐘是 你有跑起來過嗎 沒有完全沒有 就是一步一步踩上去 對對對 那你好勝心這麼強 你在經過別人的時候 想說老娘追過你了 哈哈 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追過人耶 蛤 就是我追過人都是在他們去休息 在喝水的時候 嗯 然後我這樣上去 可是我沒有在走路的行進間超過人 喔 對 都是別人停下來我才有辦法超過 所以那當下你的好勝心病沒有被激起來耶 嗯 身體跟不上來 哈哈哈 體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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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逃女了我覺得 對啊 欸你以後還會再去嗎 一次就好了 哈哈哈 就跟玉山一樣 哈哈 雖然玉山我也是第一次答應自己不再去 後來還是去了第二次 對啊 所以你明年就會想說 那我就是35分鐘 對啊你明年要破三 二開頭 跟鍾小平一樣 哈哈哈哈 二喔 那真的要訓練啦 那就是中間的點都不能停 真的嗎 所以你的時間差就差在你有停下來休息 嗯 嗯 對啊所以如果你沒有停下來喝水 其實說不定你時間更短耶 對啊 可是 會很 會很不舒服啦 因為尤其是 樓梯間蠻悶熱的 喔 對 欸不能自備電風扇對不對 都不行都不行 他什麼東西都不能戴啊 他連毛巾都不能戴啊 對 好啦你就是接下來開始特訓 可以的啦我覺得40分鐘內就可以了 我已經達到人生的里程碑了 好 可以 恭喜你 希望你們明年啦好不好 我們下一個主題戲 哈哈哈哈 沒有那麼難啦 很多阿姨啊阿公們都會參加 喔對 我們看到很多長輩 他們昨天爬完還被一群阿公合照 喔對對對 因為不現實啊 嗯 其實可以慢慢走 嗯 喔你說不現實是走他走兩個小時也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他不會被大會就說說我們要關門了 不會不會 因為其實大家都慢慢爬慢慢爬嘛 嗯 然後其實我爬完的時候 不到一點嘛 嗯 可是他整個比賽好像是四五點才完成嘛 喔 大概五千個人阿 他慢慢放的話 兩三點都還在放人 進去爬 對真的好久 會有人 你有遇到有人中途放棄的嗎 沒有啦 不知道 應該是不會放棄啦 畢竟他就是爬多久都可以啊 對啊 可是他如果抽筋阿或是透暈 喔如果是真的受傷什麼的 對 身體狀況不好也許 對對對 重點就是 我昨天爬回來其實中暑欸 蛤 你在室內然後你還中暑 太悶 嗯太悶了 小中暑 那你現在看起來比我健康很多 呃當然阿 哈哈 我現在看起來真的好慘 我沒有感冒之中 哈哈哈哈 真的耶 好 OK我們就是 總是恭喜桃女 他完成了我們 票寶裡面的第一個目標 太棒了 真的耶 好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 上禮拜做了什麼事情 好的 到底怎麼樣讓我感冒了呢 好的 我要先來送禮 喔 因為你要先喝控水 好期待的轉折喔 對啊 我真的是 在整個孟加拉我真的完全沒辦法 買任何東西 完全沒有期待你會買東西回來 對啊 我想說不需要吧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帶東西回來的那個袋子 長什麼樣子 嗯 將將 一個米袋 對 那你知道上面是什麼字嗎 我不知道耶 米嗎 我不知道是什麼字 但它其實就是那種 對就是那種麻布袋 大家可以聽這個聲音這樣 麻布袋 然後呢 它那個手把 欸我現在才發現這個手把是那種 布條 就是人家 對人家可能是布邊 就是用盛的布邊 然後這個袋子也不是什麼工藝品 不是 它就是我去孟加拉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拜託當地人說 帶我們去可以刷卡的超市 嗯 然後我們要買一些零食餅乾回台灣 做紀念什麼的 然後 這是那一間超市的購物袋 嗯 就是 你結帳的時候 就像我們全聯會送塑膠袋 所以它是可以刷卡 所以它其實是連鎖的超市 是嗎 我不確定 不知道 但是它至少 就像一間地方型的全聯 還不是大間的喔 喔 就是地方型的全聯 就是你大概進去 繞一圈很快就可以看完的全聯 對然後這是他們的那個購物袋這樣 好 那我們先來 送餅乾 這個是他們的國民餅乾 就是這個餅乾就是 有點像我們的那種 什麼 那個什麼自然偶生的那種 喔 那種餅乾 對對對 蘇打餅 它這個是披薩口味的 好耶 很不錯 然後呢 你吃過了嗎 我吃過了很好吃 我覺得很不錯 台灣人會喜歡 然後呢他們也流行很多 我們台灣不是會吃一些 花生的那種小小的 餅乾花生那種小鈴粉 喔 下韭菜 對他們就是這樣 這個 噢 這種也是那種小脆 喔它有混那種王子麵 對對對 有一點小脆麵 喔有混王子麵啊 好來看一下 這樣就有興趣啦 不行嗎 可以的 我覺得它長得好像泰國的餅乾喔 喔有點像 都拿兩個差不多 然後 這一包是大包的那種零嘴 可是我買它是因為 欸長得很像耶 可是我買它是因為 你們拿看看它有多大包 多紮實 很紮實 好紮實喔 完全沒有買到空氣 超滿的耶 對啊 欸是重的耶 因為台灣的餅乾拿起來 全部都是空氣感 空氣感 這感覺是米 對或是麵粉 喔對麵粉 對不對拿起來是 是實的是成的 對對對這個很重 對啊 所以這個我們就 我只單純因為拿起來很重 所以我就買它 我根本不知道它吃起來 講求一個CP值啦 哈哈哈哈 根本不知道它吃起來怎麼樣 那像這一大包多少錢 你記得嗎 不記得了 因為它那個貨幣我都看不懂 嗯 因為我們在當地都沒有花錢 這是什麼 沒有 有一種就是 財富自由的言論 哈哈哈哈 買個餅乾也還好 對啊 貨幣那個數字我都看不懂 我就買了這樣子 欸有耶 我有發票耶 就想到上次它買了那個 買什麼 我們去越南的船 喔 喔真的耶 我們上次訂那個越南 我們要去夏隆灣住一個晚上嘛 對 然後那個不是都住那個船上 對 然後越南幣就是 它的幣 數字很大嘛 對 然後我就說欸 軒你訂這個比較貴 他說哪有很便宜耶 明明就是 才多少多少多少錢 我說軒後面還有三個零 哈哈哈哈哈哈 三個零你沒有看到嗎 沒有 我以為那是 就是 點 小數點後的三個零 就不是 它是千分位的豆號的三個零 那不是點零零零耶 它是豆號零零零耶 你知道差三個零 差多少倍 差一千倍 哈哈哈哈 而且我 重點是我是已經刷卡下定了 我在發現 對啊 你刷卡它也會跳出台幣的金額 而且它以為那個是台幣的金額 哈哈哈哈 因為少三個零 對因為少三個零 以越南來說很合理 對啦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餅乾 它是有寫價格耶 可是我算了 我們不要在這邊換算 嗯 然後呢 除了餅乾之外 我再送你們 小小的禮物 等一下 我先把這個收下來 這個 小磁鐵 你們兩個看你們要挑 哦磁鐵 就是 這個是 東南亞的那個 兔兔車 對 然後 他們真的是 我印象中 越南有 可是泰國好像已經越來越少這個了 泰國很多啊 可是它就是 泰國是沒掛的啦 沒掛的齁 你說是那個 有啦 也有掛啦 你 隔了不一樣 哈哈 他們真的是 我想他們的兔兔車就很像台灣的機車 嗯嗯 室內機車 就是 不是 室內機車 超級滿 超級滿 然後就是隨便就是 就是 你到路邊就可以藍一台特助車 就可以去搭車到各個地方 然後另外這一個 這個圖案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 這個圖案叫做 Koast Bazaar 就是我們去的那個地方 它是 它有全世界最長的 不間斷的沙灘 哦 對 所以這樣它比較不會反光 這樣 閃卡 馬英九小卡的那個參考 就可以用這個參考 這個小卡Coste Bazaar它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張 就是這個 實體為什麼會買它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它是Coste Bazaar這個地方 二方面是其實它有點難過 你現在看到的啊 對啊 因為我知道Coste Bazaar是什麼地方 我就想說 這個適合當紀念品嗎 但他們機場賣的喔 然後跟你仔細看 就現在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應該說原本是一個觀光森林會不會 然後後來 就很像是他們的墾丁 嗯 可是呢 你看喔 這一條海岸線對面 隱約有山脈 這條海岸線 就叫做 這是納夫河 納夫河的對面就是緬甸 所以其實這一幕啊 就是羅興亞人從緬甸逃過來的樣子 他們 或是孟加拉人在他的家裡面 看著羅興亞人逃來 就是用這一幕的畫面去想的 OK 對 一個逃難的紀念了 對 逃難的紀念 所以沖姨姐姐們看你們要 是你要突突車呢 還是要這個Coste Bazaar 哪一個呢 呃 我都可以 我也都可以 那我們就 Coste Bazaar 哈哈哈哈哈哈 姐 看著她吃飯都要米就不能剩 好不好 我本來吃飯就不會剩 對 是我 對啊 那你需要一個 好 我有 我家裡還有另外一個 你還有一個是不是 對對對 等等我 那你怎麼會拿三個 單數怎麼分 可是我怕你們兩個就要 都要同樣的啊 那你為什麼不拿兩個毒毒針 對啊 包天毒針只有買一個 哈哈哈哈 我只是不太懂你的邏輯而已啦 還是我們把Coste Bazaar也分兩半 你就這樣扒開來這樣子 對啊 我們代表著就是 一個人拿天 一個人拿地這樣 代表緬甸跟孟佳拉 兩天 沒有喝喔 他們沒有喝喔 抱歉抱歉 對 他是上下折喔 對 這樣子喔 對 真的沒有喝 好 然後我要先講一個 一個心得 我覺得GG應該不能去那邊旅行 為什麼 你汗會流到爆炸 你光是在室內你都會流汗 流很多汗 就是他 我們去的時候正好是熱浪 而且是破紀錄的熱浪 氣溫每天顯示大概三 溫蘭的熱浪嗎 我是你的熱浪 好 我忘記歌詞了 我沒辦法跟你唱 我也是 那時候我與你同樂 okok好 然後他是 寂寞 他是氣溫37度 然後可是體感43度 呃 台灣也是啊 如果是暑假的時候差不多是 我覺得他就是 就是台北式的感覺 喔 又悶又熱 然後 你是要叫GG移民嗎 對啊 我現在人就在台北式上班 對啊 你要我怎麼辦 哈哈哈 姐 因為你都在冷氣房 喔 那倒是 對 他們 而且你搭捷運 多棒 可是他們加入運輸就都是 讀讀車 沒有冷氣 讀讀車有許許的微風啊 沒有嗎 姐 那個是熱風 哦 ok 那就是你在那種 你去小吃攤 然後你站在人家 煮麵的那個攤位旁邊 那種熱風 我有時候會站在那 你為什麼站在那 那邊至少有點風啊 然後是熱風 煮湯的熱風 對啊 我昨天去買便當的時候 然後我在那邊等便當 然後那阿姨就說 這邊很燙哦 你不要站在這邊 哈哈哈 就被趕走了 哈哈哈 你說阿姨我想要 哈哈哈 然後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我比較 難以就是在那邊長期生存 就是蚊子很多 嗯 而且他那個蚊子是你 噴防蚊衣擋不了他 嗯 然後我穿那種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 就特別知道很熱 所以我們就去買了一些 很涼感的衣褲 然後我買那種 UNICRO最近什麼 降落散褲 嗯 就是很冰涼的那種褲子 他叮過去 哦是哦 他直接在 好會哦 對很會耶 嗯 可是我已經 穿了褲子 我又噴了防蚊衣 然後又穿著內褲 沒有叮到內褲 噢 哈哈哈 對就是他們的蚊子很猖狂 嗯 而且就連飯店 我們是住在飯店裡面 那這個飯店裡面 都一直出現蚊子 哦 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 哪裡都擋不了 那他們飯店是有冷氣的嗎 有 嗯 他們飯店還行 我們住三星的飯店 嗯 然後 就很像是你到 恆春或墾丁 然後 就是有點像是 也還是有不錯的觀光飯店 嗯 可是呢 每大概 一個小時跳電一次 哦 這麼頻繁哦 很頻繁 然後我第一天我們剛落地抵達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先 因為我們是花了非常多時間輾轉 轉了 我們搭了 呃 從台灣線到新加坡 嗯 再轉到 孟加拉首都 再轉到國內線 嗯 所以我們搭了三班航班 而且我們其中在 孟加拉的機場我們被滯留了七個小時 嗯 它不讓我們進來 這樣我們行程不會delay嗎 還好是因為 哦 因為我們本來第一天是 直接 晚上12點進到孟加拉首去之後 我們會先住一晚 哦 隔天再搭國內線 哦 所以剛剛好 原本就有算到 就是我們就沒有住到那一晚的飯店 少花一碗飯店的錢嗎 沒有 解扣錢那樣 已經付了 已經付了是不是 我們甚至很不知道那個 來接我們的飯店司機 他在外面等了一整晚 哦 真假的啊 應該是 他都沒有走哦 不知道 所以你們都沒有人聯絡他還是什麼的哦 我不確定有沒有人聯絡 但是我們當時還是完全幾乎很難去 就只能跟當地的孟加拉的 那個市展會的人聯絡 啊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去聯絡這樣 然後 因為 我覺得他們不能走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放我們出來 哦 你不會一開始就知道他七個小時啊 嗯嗯 所以你覺得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結果七個小時過去 所以他不放你是 因為想要 你給他一點錢嗎 還是因為什麼原因 你滯留你們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跟世界展望會去 所以 他們不太可 他們不能這樣子給錢 嗯 嗯 就是那對他們說 不能明著給 對 不能報仗 不能什麼的 他們的錢不能這個樣子用 嗯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是 覺得好 那我們就等 嗯 就是 就看他可能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才能 才能接受 結果後來等到 第四個小時的時候 是連我們這種 我們都覺得我們自己付錢 嗯 我們幫大家付一付 嗯 然後就是 反正一個人 好 十塊美金好了 OK啊 我十個人付一付 他開始不收錢 他也不收錢了 嗯 他就是要我們等 哦 我們等到他們的移民官都換班了 嗯 他們都還沒有放我們走 就是等於是本來用錢可以解決 結果到之後他也 不爽了就對了 我不確定一開始我就給 還是其實他本來就是很堅守 他本來就不是因為要跟你拿錢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我們太大團了 我們十四人 然後 我們落地的時候幾乎沒有看到亞洲人 哦 哦 好想說你們當然來幹嘛 他們都是亞洲人 對他們都是亞洲人 東亞人 哎 你不也是東亞人 我們也是東亞人啊 我說他們不是啊 哦他們不是 哦他們算南亞人是不是 哦他們不是啊 哦如果是這樣分的話 對啊他們不是 就是看不到我們這種東亞的面孔 然後他們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他們 不 對台灣可能沒有到那麼友善 嗯 因為我們同團 同一時間還有別團都是 有中國人 嗯 然後他們也 不小團 就應該也是有個十個人左右 嗯 他們就是 就講話很大聲 然後問我們那個單子怎麼填一點之後 他們很快就比我們 進去 哦 哦 不知道是做生意的還是來觀光的 哦 你可以指著你護照上的小字啊 那是China 欸我的孩子 欸 是ROC嗎 對啊ROC啊 他有印 我現在還是大字 我那本還是大字 我應該早點 早點指的 還是因為他們分貝太大 所以想說趕快把他們放出去 哈哈哈哈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然後 我們那時候去那個印尼的時候啊 我們其實也有遇到這種狀況 你就被滯留 呃 可是我們不是被滯留 而是 因為印尼那邊啊 他就是很明確 他是想要跟你拿錢 嗯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是去印尼的 很小很小的城市嘛 那你那是也是十幾年前 呃 十幾年前了啦 現在可能不一定是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帶我們去的機構 是一直都在那邊當志工的嘛 嗯 所以他其實就有告訴我們說 如果說你等一下出海關之後 你拿到行李 你的行李上有被做任何的記號 你就不要管 你就直直的走出去機場 頭也不要回 就走出去就對了 哦 因為他們啊 會在你的行李箱上面用粉筆 或是用 反正就可以擦掉的筆 上面會打一個叉叉 幹嘛 那只要是打叉叉的 就表示 旁邊會有海關把你抓進去盤問 嗯 可是他們那個盤問是 不是說你的行李真的有什麼問題 或是你的簽證有什麼問題 而是他就是要隨機找人 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得到一些 小費的機會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會看 因為你你你去拿行李 在行李上看到你有打叉叉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嘛 嗯 然後你可能會在那邊做叉叉的動作 嗯 或者是他看到你拿叉叉的行李 他就會把你請到旁邊去 嗯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拿到行李啊 就是上面有叉叉的 我們就是偷偷的 手趕快擦掉 然後就趕快拉 然後就走 嗯 然後而且他也不可以跟他說 我們是一整團的人 蛤 嗯 一整團反而會被鎖定 對一整團反而會被鎖定 因為他覺得你是可以團體 譬如說來旅遊 或是來幹嘛的 你一定有一些資金是可以做運用的 嗯 對所以他就會鎖定你這些人 對啊他們其實就是有一些旅行的美感 可是因為我們是 就是團體這件事情我們 本來以為他 進孟加拉很特別 他你要準備 invitation later 嗯 就是我想說那我自助旅行 我要找誰邀請我 對誰誰邀請我呢 可是因為你是拿 觀光籤嗎也不是吧 落地籤 然後落地籤就一定要invitation later 蛤 可是人家去旅行 對啊 然後我就 所以你可能是要有一個當地在認識的人 比如說我朋友來找我 嗯 這也算是一個invitation later 然後你還要給他你的回程機票的訂單 嗯 跟你住的飯店的資訊 嗯 而且那個飯店的資訊它是 它要上面有你的名字 哦 你不能說我住這個飯店 因為我們去日本 不都填說我住哪裡嗎 對對對 你不能只有這樣 你要確定是那張訂單上面有你的名字 哦 他們超級嚴格 哦 一定要先看過 所以他就發現 哦 那應該要有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全部都備齊了 嗯 可是你看即便我們都備齊了 這麼大一團 我還是被滯留了七個小時 嗯 然後最終是 他們跟我說 你們一定要找 你們那個孟加拉當地人的寶人來帶你們 嗯 可是我們那時候是半月十二點 嗯 然後而且孟加拉其實是蠻大的 然後交通又沒有那麼方便 嗯 所以 我們 基本上你不可能 就不像什麼 哦 我現在請桃女 突然間來到松山地場接我那樣 嗯 那是會花更多時間的 那他不要嘟嘟扯過去 有可能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騎超快 騎超快 而且很好笑的是 因為那個寶人來了 他六點多帶我們 OK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轉國內線 嗯 好 我們呢 照理來講 從松山地場國際轉國內 是不是就是走一條 室內長廊就走到了 嗯 對 可是因為那個寶人啊 他 孟加拉的機場是這樣 你沒有機票 你不能夠 進去到機場 你連進去都不行 嗯 可是你已經在機場裡面還不錯 他說寶人 哦 寶人哦 對 你沒有護照 你沒有機票 你不可以進到國際機場 嗯 我們以前 那台灣都不會講 啊那我要去送行 嗯 我去機場吃個東西 都不行 然後 因為他不能進來 所以變成是我們所有的人 都要拖著行李 嗯 跟著他走外面 哦 然後孟加拉機場的外面 很荒涼 嗯 那個 路都 呃 只有一部分有 柏油路 剩下都是那種 泥子啊 黃土路 黃土路這樣子 泥子 泥 泥石子路 泥石子路 你這泥子 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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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泥子 你這泥子 泥子路 泥子路 大家都懂了吧 對 那個泥子路呢 嗯 你知道我們拖著大量行李 然後我們就這樣拖了一大段 繞到國內線之後 我們就有 有人的那個心理箱的輪子就壞掉了 嗯 就他才落地第一天 他的心理箱的輪子就壞掉了 嗯 很驚人 然後我們在經過過過程中 全部都是穿梭在 在嘟嘟車跟汽車的中間 哦 就他整個 那你會害怕嗎 很害怕呀 我覺得我一定會嚇死 真的嗎 那想說到 我也在台灣都覺得很害怕 乾脆坐嘟嘟車到另外一邊不行喔 他們叫我們不要搭嘟嘟車 哦 就是我們即便到了 落地到當地之後 嗯 他們說第一 天黑之後不要出飯店 嗯 第二不要搭當地人的交通工具 我們說為什麼 我們在泰國在越南不都有搭嗎 對啊 他說因為在孟加拉 那個嘟嘟車載著觀光客 然後載到遠方打結什麼的 都是有發生的 哦 不確定平不平凡 但是有發生過 嗯 所以呢就是要我們不要冒這個險 哦我那時候在印尼我都自己搭欸 我覺得 我們就是不會個人 我們就是兩個人兩個人一組 然後我們就會隨機在路上攔 然後開始跟他喊假 然後喊完之後就上車 然後他就幫我們載去那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我覺得印尼跟孟加拉還是有蠻大 還是有差 我覺得機率機率啦 嗯 因為我爸也 在中國有遇過 遇過什麼 打結嗎 再去地方打結喔 就在得很遠 嗯 然後那時候就是好像有發現不對勁 他就要把他的錢藏在其他地方 嗯 然後他後來被打結的時候 他就直接給他 哦 哇連中國也會發生 所以你爸是完全沒有反抗 就直接給他錢 他就是有發現不對勁 他就先偷偷藏錢 嗯 你看 而且 就是那個孟加拉我們去的那地方就是 真的是 離首度比較遠的一個小鄉鎮 你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嗯 而且就是你跟他講好那個價錢之後啊 嗯 你就是 只要拿多少錢出來給他 你不可以拿多的錢出來給他找 他就覺得說 啊你就有錢啊 為什麼你要跟我喊價啊 他不會找你錢的 嗯 這是當然 對 所以你要先確定你有那些小鈔 然後你再跟他喊價 在喊價 因為他就是 會開很高的價錢啊 他看到你是外國人 他就會想說 反正你不知道那個 當地的價值 行情啊 對啊 你那時候去印尼的時候 你有覺得 你覺得 落地之後你有覺得他跟 台灣 嗯 嗯 我不講印尼首都喔 你是去那個城鎮嗎 對不對 我是先到 我也不是去首都 因為印尼首都在 雅加達嘛 對 可是我是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雅齊 雅齊 雅齊啊嘛 對 它叫雅齊啦 是之前印尼有在鬧獨立的一個地方 雅齊省 雅齊省 OK 對對我們是先到雅齊省 然後再到那邊 然後再搭國內線 然後再到別的地方去 嗯 OK 我到那個Cost Bazaar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真的 開始感受到 就是 落後跟仙境的差別 嗯 就是 第一個感受是 滿地垃圾 嗯 然後那個垃圾是 呃 水溝都會被垃圾塞滿 然後要定期有人去 賭 就疏通那個水溝 嗯嗯 然後 還有就是他們 很多的牛跟羊在路上走 喔對 印尼那時候也是嗎 也是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沒有 然後上廁所也沒有馬桶可以上 就是一個洞嘛對不對 對就是一個洞啊 嗯 它可能有馬桶啦 就是它外面還是有那個 白色那個 池的那個 站的地方 對站的地方 可是就是站在上面 然後下面一個洞 嗯 然後沒有沖水的 沒有沖水的那個設施 你就是只能 它旁邊會有一缸水 嗯 然後你就是自己 咬一盆水 然後去沖 沖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沖一下 啊它有門嗎 有遮蔽嗎 有啦有門啦 OK 因為其實印尼他們 畢竟是回教國家 所以其實他們 比較不會像是 可能 中國它有可能是 一整區 就是很多洞 但沒有門 或是沒有隔間 可是印尼不會 印尼還是有 一個一個的隔間這樣子 對 然後剛剛說 就路上很多垃圾 跟很多牛羊嘛 他們兩個就會 打架 不是會湊在一起 變成是 牛跟羊會去吃垃圾 喔 喔對對對 那個就是畫面蠻衝擊的 這樣他們能吃得飽嗎 就是他們還活得下去 喔他們的牛都好瘦喔 他們的牛都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肋骨 一條一條的那種 對對對 可是不知道是品種問題 還是怎麼樣的 他們都是 那種大黃牛 對大黃牛 大黃牛 所以就是不是台灣那種乳牛 看起來白白胖胖的那樣子 台灣也有黃牛 黃牛都被拿去做牛肉麵啊 對啊 這樣子啊 你吃的牛肉是黃牛喔 對 只有喝的奶是來自乳牛 你不會吃乳牛的肉 不知道 沒有注意到這個部分 然後 我們很可惜 也不是可惜啦 就是說 那個自展望會的人 因為怕我們行程很滿 然後怕我們如果生病 就很不方便 他們叫我們都不要去外面吃任何 當地的食物 所以我們全部 三餐都吃飯店 那如果說我們去到難民營的話 嗯 就是他們會幫我們叫餐點 然後 肯德基 喔 他們當地 有肯德基 然後吃起來 跟台灣差不多 就味道沒有什麼變化 他們沒看到麥當勞 那他們肯德基是配飯還是配薯條 薯條 喔他們是配薯條喔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們 為了我們點餐 所以點很接近台灣人習慣的東西 也可能他有配別的東西 但我們一直以來就是 好幾餐就是吃肯德基的炸雞這樣 但很幸福 這樣你都沒有吃到當地食物 算是有 就飯店也會有嘛 他飯店也會有餐廳 有 然後也有什麼 烤肉烤雞什麼的都有 但是因為他們都是偏辣的 所以我就不太能吃 都是 但還是算高級食物喔 嗯 然後他們有炒飯 炒飯口味就很偏台灣 可是他們有炒麵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 他們菜單上炒麵 叫超麵 喔叫超麵 C H 什麼 A 什麼 O 超麵 超麵 就真的是講超麵 然後在孟加拉就蠻常看到超麵這個東西 喔 印尼也很多超麵 像台灣的 F F 對啊 但是印尼的草麵叫 Mikoran Mikoran 喔你還記得耶 你都吃這個是不是 對我們還蠻常吃Mikoran 而且台灣有賣那個印尼泡麵啊 嗯 你們有買過嗎 就是一包 以前只要五塊六塊 然後它就是印尼的那個泡麵的草麵 那個很好吃 那個我們有買一堆回來 然後台灣也很多地方有在賣 現在超市也都有在賣 它上面就是寫Mikoran 喔 下次我們要來吃吃看 會辣嗎 呃它裡面有一包辣醬 你也可以不要加那個辣醬 喔 要不然孟加的東西真的我就覺得 偏辣了就沒有辦法吃 嗯 然後你們那時候去印尼 飲水是一個問題嗎 呃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都還是買水啦 嗯 就是我們不會去喝當地的水 對 因為水是最容易讓你水土不服的一個 對 所以我們其實那時候都是 我們去買那個寶特瓶的那種礦泉水 飲用水這樣子 我們甚至是 連刷牙 他們都說你要用寶特瓶的水去刷 喔 喔 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就是用寶特瓶 就是水龍頭就在我眼前 可是我還要拿寶特瓶然後這樣子倒在杯子裡面 嗯 然後牙刷去裡面沾一沾 嗯 就是哇我第一次遇到這麼不方便的旅行 對啊 可是因為也不見得是說 它的水不乾淨或什麼 其實是因為水裡面的那些礦物啊 維生物啊 是最有可能造成你 就是水土不服 身體不舒服的狀況出現 嗯 對所以你可以減少就減少 甚至我們那時候去買喝的東西啊 如果可以不加冰塊 我們就盡量不要加 喔 因為它那個冰塊其實 他們都是自來水直接打開來 就做冰塊 嗯 然後它就加到你的飲料裡面嗎 對 可是我們其實都還是照喝 對啊 不然太熱了 對太熱了 然後我們就是上吐下鮮 真的喔 真的喔 很讚啊超快樂的 哈哈哈哈 就是你一定要經歷過那個 拉跟吐的那個過程之後 你就會開始好起來 真的適應的過程 啊因為你那時候去很久對不對 我那時候去一個月啊 喔 所以我不可能就是完完全全的都 不融入在冰塊 對啊 不能都避開啊 然後甚至有一天他帶我們去露營 就是我們的志工結束 行程都結束之後 他就帶我們去河邊露營 然後那個露營就是 也沒有水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撈河邊的水 給起來漱口 哇 然後洗臉這樣子 哇很勇敢欸 蠻勇敢的 對 一樣拉的也半死嗎 呃 就是到後面就好一點了這樣子 但是我去印尼的時候 我覺得蠻瘦的 瘦了蠻多的 因為也是因為你 那時候當兵了嗎 還沒啊 那時候大學的時候啊 喔那時候真的好瘦喔 對啊 謝謝 我那時候大學去當兩次志工嘛 一次是去印尼 然後大四的暑假是去 中國甘肅 嗯 然後兩次都變超瘦的 姐你要再去一次 好啊 哪裡有志工可以讓我去 姐你就去孟加拉好了 可是現在去當志工的話 花很多錢才要辦法當志工欸 喔是嗎 因為像以前 比如說我們之前連續兩年都去當志工 學校的專案對不對 對學校的專案 是不用給錢的嘛 只是你可能要為了這個活動 你不要去拉一些贊助或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志工這件事情 其實蠻有趣的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去看那個 呃譬譬如說那時候是 反正就是有一些NGO 它其實也會讓你有體驗海外志工的那些行程 對 那你都要付超多錢 你才有辦法去體驗這個行程 因為等於是你的機票住宿 然後甚至當地的行程交通飲食什麼的 就全部你是自費 對 而且你現在還有那個時間 那個你拿去請假的時間成本也是很貴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次我們去 跟有市長會這樣去其實蠻好的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去 是跟著那個G2030代言人 今年是陳婷妮 所以他們就要更小心翼翼 所以你po陳婷妮在機場睡覺的照片 你有經過她的同意嗎 對啊這是可以的嗎 對啊 我要請陳婷妮的經紀人告你 沒錯 很棒欸姐 是不是喜歡看藝人這樣的一面 沒有我只看到覺得好像真沒品 對啊 那時候桃女看到那個照片 還轉過來給我看說 你看她有多沒品 她居然po陳婷妮的照片 還是很漂亮呀 是不是還是很漂亮 是很漂亮沒錯 因為陳婷妮本身就是長得漂亮 對啊 而且那也不是你的功勞好不好 對啊 你知道她175公分嗎 她整整高了我20公分 然後因為我全程都在拍VLOG 所以我就這樣拍VLOG 給大家看一下啊 然後陳婷妮來的時候我就會 大家看一下 往上舉 超級洋角 然後她就說 你不要一直用這個角度拍我 你手舉高 惹毛女明星 惹毛女明星 但人真的很棒欸 她超級沒有價值 我覺得她是一個棒 所以當然那個機場那個是一定有問過的 而且是有問過的 現在才神奇 起床之後問了才PO是不是 對 PO完之後我說欸我剛剛PO這個可以吧 而且那時候我們在最後那天在超市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我就買了這一包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我們在結帳了 她也來 她說這是什麼好東西 我就說這怎樣怎樣 她說我也要 然後我說好 可是我們在結帳 她就開始轉身要去拿的時候 我就說跑起來 然後她就真的開始在操在裡面 哈哈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要這樣控制她 然後她回來的時候就說 我為什麼剛剛要跑起來 對啊 到底為什麼 這後面還沒有人是不是 對對對 這後面沒有 我只是跟她說 我們在結帳跑起來 哈哈哈哈 好讚 很棒啊 這女明星很棒欸 喜歡 反正就這一次去我覺得 我這邊接下來開始有點 有點 嚴肅喔 就是我先不講 難民裡面的狀況 因為難民裡面是太極端了 可是你光是在 這個孟加拉的那個COSPASAR裡面 你走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比如說小朋友沒穿衣服 就在路上走 嗯 然後牛羊吃垃圾 喔 你說這個是一般孟加拉人 對 那常態 我剛剛形容 我都還沒有講到難民裡面喔 嗯嗯嗯 然後 人們就是垃圾是 他們沒有我們那種回收的概念 我覺得跟早期很像 台灣 早期的台灣很像 他們垃圾都是集體焚燒 嗯 然後他們又又 因為都是瓶裝水嘛 所以非常多的塑膠 嗯嗯 然後你就會一直每天 因為我們每天要往返難民營 就會每天都在看到 一樣的畫面的時候 嗯 我心裡就會先有一個問題就是 哇 為什麼國與國之間的發展 會差這麼多 嗯嗯嗯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會是 哇 我們要幫他們嗎 嗯 我跟你講你在當下 你真的會有一種 我覺得應該要幫欸 要不然這個 這樣子不行欸 他們的健康 他們的心靈狀況 嗯 可能都是 就是可能活不久 平均重命不長 嗯 或者是小朋友長大 都沒有未來的 嗯 我舉個例子我們那時候去 嗯 我們這次有訪問 孟加拉 靠近難民營旁邊的社區 嗯 然後那些社區裡面 當地就是 孟加拉女孩 她們在就是 學防身武術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問她說 欸那 她平常是在孟加拉地區 那個空手道其實很不錯 她有一些得獎 我說那你會 想要 離開家鄉 去追求更好的訓練嗎 嗯 她是有一種 嗯 為什麼要離開 嗯 她不像我們 我們是內建那種 我如果要 我們知道 要追求更好的就要離開 嗯 但 對啊 你那個可能是比較鄉下的 對 因為我在瑞典是 蠻多孟加拉同學的 他們是 他們已經可以到瑞典了耶 對不對 對 他們在瑞典也是 立刻 很積極的想要留下來 嗯 嗯 可是我那個就真的是很鄉下 然後很在地人的想法 就是 嗯 他們不懂為什麼 我要去追求更好 我就是 留在家鄉 不是都是大家會做的事情嗎 哦 但是我們有問 那個媽媽們就說 我媽媽說 那你希望 呃 小朋友接受教育嗎 嗯 她就有一種 蛤 什麼東西 就是 我現在 我現在是想要 比較乾淨的水 哦 她眼前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 對啊 她根本沒有想到教育這一塊 活下去對她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對 可是也對啦 就是你要他們去其他國家發展 那 那如果是這麼大 大一群人的話 也沒有地方 可是 我就在想的是 嗯 對 對 對 內褲 對 對 對 然後 然後我就想 我現在這樣子看著孟加拉人 覺得他們 好像這個有很多疾病 瘧疾 其實 六七十年前 美國人來台灣 應該也是這樣看我們的吧 嗯 日本人那個時候 就開始了 就已經是了嘛 對不對 台灣我其實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台灣有五分之一的人口 有得瘧疾 哦 對 是一個很 很廣泛的疾病 然後 然後 那為什麼 那台灣現在 我們進步到這裡了 然後 我就在思考是 那孟加拉人 孟加拉這個國家 有沒有機會 機會要怎麼 怎麼執行 嗯 還是 我不應該要有這個想法 嗯 其實這個的確是 國際志工的名 就是我那時候當國際志工 其實很常被問到 幾個問題 嗯 一個就是 為什麼你要去出國幫助別人 嗯 就是台灣需要幫助的人也很多 為什麼你要出國去幫助 嗯 對這個是當國際志工 很容易 第一個被問到的問題 嗯 然後第二個是你在當地 到底要做到 什麼樣的程度 嗯 對 那你只是去帶錢過去嗎 或者是你只是去 當地做一個什麼樣的專案嗎 做完就走了嗎 那你對於 當地真的有實質的幫助嗎 嗯 或是什麼的 就是這些其實都是很有可能會 你在當國際志工的時候 你會面臨到的問題 所以其實 我覺得一開始去當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要把 所有的心力 所有的 你知道的東西 全部都灌到他身上 可是到底 在他身上到底適不適用 嗯 其實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像現在很多 我大部分就是變成是 像我那時候去也是把它當成是一個 比較種子訓練的那種感覺 嗯 而不是說我這一次 帶過去 給你多少東西 我現在來 這一個月 我這一個禮拜 我可以為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嗯 而是其實你要開始培養當地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改善 或是讓他的狀況是好一點 那你應該是在當地培養一個 比如說種子教師 嗯 或者是你培養 比如說像台灣很多那種農耕團 農技團 農技團 農技團就是非洲或什麼 他其實是帶技術過去 對 是要讓他們在當地真的有辦法 可以去使用這個技術 或是真的把它學起來 嗯 而不是真的只是單純 帶一個東西過去 這樣的感覺 嗯 我覺得其實 技術面的可以 就是但是 嗯 我覺得就會一直想的是 好 那思維呢 比如說孟芽拉人 他就是習慣垃圾就往地上丟 嗯 垃圾就是用燒的 嗯 但是因為垃圾的問題 他會影響到非常多 包含水資源 包含空氣污辱 對 那 這個 是不是要長期以來 整個國家的觀念的轉換 對啊 這個是啊 而且你 我們那時候去都會 教他們一首歌 reduce reuse 怎麼唱啊 忘記了 reduce reuse recycle reduce reuse recycle 反正就是教他們唱這首歌 哈哈 但是唱完之後 然後下歌他們就去燒垃圾 哈哈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 歌是歌 生活是生活 生活是生活 對 因為你那個其實是有一點是要正側面去做 真的做改變 你才有辦法 因為那是從基層教育開始做起 嗯 然後我那時候在跟 因為我帶我的一個夥伴可欣去 嗯 我就 沿路都一直在腦袋裡打轉 然後我就一向進入一個死胡同 嗯 我就問可欣說可欣我現在那種 想要 救他們的心情 是對還不對 就是 就是我會想要讓他們 遠離不好的生活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對不對 而是你一個人辦不到 會不會 對有可能 或是我不知道 然後可欣就跟我說 他說 任何人到了現場看到那個畫面 你都會有憐憫性 嗯 你都會想救 可是 你不要有彌賽亞情節 就是救世主情節 嗯 就是 我要來幫你們囉 嗯 嗯 但是實際上就是 他的確要人幫啊 你就會覺得他們是 嗯 不管是資源上面 嗯 還是做法上 技術上 嗯 可是他們現在應該是缺基礎建設嗎 嗯 很缺 我覺得是幫助跟協助 而不是救 嗯 幫助跟協助 他們自己要知道他們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句齁 就我一心仰是 他們是不是要等到他們自己 知道他們自己需要什麼了 我們再給 嗯 可是他們不見得知道啊 欸可是像Cose 你知道你也說他是比較郊區嗎 對 嗯 也不是說孟加拉的首都 哦 我們 首都的話我有問 因為我們沒有進去嘛 我有問後來有再去首都的 的同團的人 嗯 他們說 繁華的地方也有 但是張亂海也是 普遍的狀態 OK 所以是連首都地區他們的 習慣也都是 可能就是往地上丟這樣 嗯 可能會稍微好一點點 嗯 就是部分的人 就有點像是 可能台北市裡面也還是有很舊城區 也還是有信義區 嗯 這種差別 嗯 可能的確就是慢慢的會 從首都開始擴展說 大家可能有垃圾回收 或者是水資源比較好的狀態 嗯 但是我相信 可能 比如說像全台灣好了 大概 可能七八十的人 就是 七八十的都市區 或者是鄉鎮區 都有 沿路都有垃圾桶 嗯 就是我們的覆蓋率是比較高的 嗯 但他們的覆蓋率可能就會很低 就是你光是首都 你稍微出首都的一點點區域 一點點教育區 就已經開始是那個狀態 嗯 嗯 你就覺得 我覺得還是要從基層教育開始做啦 嗯 對啊 所以其實很多 都是 譬如是你都是去他的小學 或是去他的什麼學校 開始 就是當那種課程志工啊 嗯 開始帶一些不同 教英文啊 就是 比較是屬於我們這邊的 觀念或者是 覺得他們那邊 可能衛生啊什麼的 需要改善那些都必須要從小 開始做的 他才有辦法慢慢擴張啦 嗯 沒有辦法說你去就是直接 好我來改你的水利設施 我來改你的 那個什麼過濾水還是什麼的 那個有點太難了 嗯 然後這個最後一個小話題就是 可是我那時候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po了一個reels寫說 我來到學生世界最大的難民營 就有人留言說 嗯 學生世界最大的難民潮 不是中華民國台灣嗎 呵呵呵 兩百萬人 呵呵呵呵 桃女最喜歡的那一批 桃女的阿公來了那一批 呵呵呵 最大的難民潮嗎 欸這我覺得這很有趣喔 嗯 嗯 同樣都是難民潮 對 可是 台灣是 桃來的人反而統治的這個地方 嗯 然後我想說啊 沒有啊那也是一小群啊 不是說所有桃來的都變統治者 呵呵呵 那時候其實算蠻優越的吧 桃來的人們 嗯 是不是 桃來的人們是優越的嗎 嗯 只有掌權的人吧 對啊 喔 老兵什麼的他們來是蠻 蠻辛苦的 對啊 但是就是說 喔原來是因為 唐南的時候他們不僅是因為 他們本身是一個 喔我覺得一個重要點是 除了錢以外 因為那個 蔣中正他們來的時候是貸很多錢嘛 嗯 主要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完整的 組織來了 嗯 所以當地落地之後就可以開始運作 嗯 可是像羅基海人討到孟加拉 他是 零散的來 嗯 他們沒有一個組織性 嗯 他們連一種 零理的概念可能都很散 嗯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 就是走向台灣這條路 就說喔 那你在至少在孟加拉這邊 你製成一個社區 你自己 自己 呃 規劃自己的 區域內的事情 完全沒辦法 怎樣 很難啦 這會變成是很像那個 就是 就是 學民奪主嗎 呃 就是如果說你是外來 然後你要自己 變成是一個政權 喔不算政權 我覺得他們根本連政權都沒有 他們就是 我說那你們當地羅興亞人有沒有 什麼自治會 嗯 就是自治會就好了 或是有這種 同鄉會 對 類似這樣 幾乎沒有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那邊 七年了 基本上 還是一片鬆散 然後還是非常困苦 可是他文化上 跟孟加拉人是接近的嗎 嗯 文化上 還行 嗯 甚至是說 我有問 語言是通的 語言通的 但是有些字不一樣 但是 基本上比如說好幾年 老實說 照理來講 羅興亞人不可以離開營區 嗯 可是因為他那個營區是用那種 鐵絲網 很簡單就可以逃出去的 嗯 所以 羅興亞人還是會 逃出去營區 然後去打黑工 嗯 他們就很像富度青年裡面的阿邦 嗯 就是他們有身份 還在打黑工 那我就說那好 你在路上 你分得出來 孟加拉人跟羅興亞人嗎 分不太出來 除非講話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 他其實也不想當羅興亞人啊 他想要去融入整個孟加拉社會 所以他不會想要特地一個自治組織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那個是少數 大部分的人應該還是想要回到緬甸裡面的 哦 對我們有問 就是大部分人還是覺得 他們說不定覺得他們在緬甸家都還比在難民 又大又舒服 嗯 而且他可能自我認同就是緬甸人 他是逃來孟加拉 所以他 他只是被迫的在這裡待著 嗯 哦 所以他其實不會有想要長期在這邊的感覺 我覺得你看到那個住宿環境 沒有任何人會想要長期在那個地方上面這樣子 所以會不會也是因為這樣 他們才不會有一個組織性 想要把這個地方變好 有可能 變成是我常住的地方 有可能 可是因為他們在這邊七年了 然後我們沿路看到 難民移裡面超多小孩 嗯 嗯 所以可能到再幾年之後 嗯 可能那個思維又不一樣 對這些小孩來講 他的認知就是我就是在這裡長大的 嗯 對啊有可能 就是一代跟一代的認知都不一樣 嗯 所以就是 哇這次去我就會 我回到台灣之後 就會覺得 台灣真棒 走路就可以買到咖啡 哇我在那邊 我在台灣 我在說你走列買到健康便當 嗯 不一定要吃肯德基 不一定要騎車啦 對不一定要騎車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太奢侈了 真的耶 你在台灣開始要剪髮生活 真的耶 嗯 剪髮生活 對啊 然後還滿 過極簡啊 過極簡是不是 我們去把一些東西都丟掉 太多了 捐出去也可以啦 對啊 然後食物不要浪費 對食物不要浪費 然後 要心存感激 嗯 對於我們這塊寶島 請跟我說聲謝謝 為什麼是你 心存感激啊 對任何事的啊 謝謝 對好不客氣 好啦你留言 好我們上次說要唸FIRST STORY對不對 FIRST STORY 好久沒唸了 抱歉 抱歉 好那我先唸這一個 她是 甲衣餅丁 她說呢 可愛 在停車場遇到宣時 在泰克欣碎 所以來贊助一波 喔 但是好久以前喔 這可能是2月的時候 喔 剛剛露獎 我們在昨天 我跟居居在聊天的時候 嗯 有一位票票員來 相認 對對對 她也是有參加那個登高賽 登高賽 她認出你們啊 她是去跟桃女說加油啦 她是先 她是先 認出我 然後後來我跟居居在講話的時候 她又有看到我 嗯 好棒喔 然後她就是 因為我就想說 我以為是桃女認識的朋友 對對對 所以桃女已經在 不知所出 她說是要合照嗎 然後我後來問她 她說沒有 只是想跟你說加油 真可愛 所以大家已經開始 你們已經開始要感受到 那種在路邊被認出來的感覺了 哈哈 唉呦 其實我們上一次在那個什麼啊 那個現場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回答欸 就是 你們希望大家怎麼 跟你們打招呼 喔喔喔喔 那沒有回答到欸 喔好像我們就在講一些 有的沒的對不對 對啊 來現在給她按 好啊就是 可以啊 就是來打招呼 OK啊沒有問題啊 合照OK 合照也OK啊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們聽眾的粉絲 應該都比較害羞那種 喔喔喔 你要指定 就像我我就會跟我說 你就開心的來跟我打招呼 喔喔喔喔 我會很開心喔喔喔喔 所以你們會希望哪種 熱情的嗎 好熱情的 因為我有時候走在路上 我臉是蠻臭的 喔喔喔喔 可是我是不帶有任何情緒的 其實我也是 對對對 所以你就是熱情的 直接來叫我 那我一開始如果是 很臭臉的回頭 那可能只是當下 我不知道誰在叫我 有點 發生什麼事那種感覺 因為他都會這樣對我們 對對對 誰啊這樣子 對對對 而且你也要檢討 你開始要轉換一下 你的那個 好抱歉抱歉抱歉 我以後就是會盡量和言悅色 哈哈哈哈 然後你也要好嗎 好的 你也要你也喜歡熱情款的嗎 熱情可以啊 也可以喔 好大家以後就記得熱情的打招呼 對你熱情我就熱情 對 OK 好來 First Story 嘉莉秉迪 嘉莉秉還沒念完喔 她說昨天太緊張 我是兩個節目都有聽 我還拉我先生一起聽 我先生說秉迪不要再被凱莉欺負了 哈哈哈哈 我也在想啊 你在百里果的角色 角色 被欺負的角色 對啊 被定位的 然後你都會說哈哈哈哈 對對對 不然我們反擊 畢竟我們就是寄人籬下各位 對對對 因為我還是在那麥克風 那我們可以幫助凱莉欺負你 他說最喜歡軒跟橘橘講得很認真 頭女已經不知道去哪裡的對話跟畫面 哈哈哈哈 希望你們越配越來越多喔 耶 希望乾爹趕快來喔 我們最近有點空囉 乾爹們 對啊 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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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來這一個是春春 那春春她說 親愛的蕭湯票寶們你們好 直接叫我們蕭湯票寶 哈哈哈哈哈哈 好喜歡喔 對啊 我是從你們首播集就開始聽的 松石聽眾 謝謝 非常喜歡你們三個互相閒聊的氛圍 陪伴我的上班時光 那她有一個長期困擾的問題想要尋求解答 嗯好 那我們下次票寶信箱講嗎 好啊 因為春春的問題比較長 那我們就下一次票寶信箱的時候 好 春春我們承諾你了 我們下次我們已經把截圖下來了 嗯 下次會講 好 謝謝春春 我喜歡蕭湯的票寶 哈哈哈哈 這態度好棒喔 哈哈 好 然後下一個是溫妮 溫妮回說 萱我來了 欸 是不是你之前有曾經對溫妮說過什麼 可能就沒有贊助我吧 哈哈哈哈 蕭湯的票寶 哈哈哈哈 謝謝溫妮 我知道你來了 好 那再來下一個是賴恩 喔又是賴恩 對我現在念的都是2月的時候 喔 讚助 他說親愛的宣陶你GG 以下留言的內容有點長 但是我的真心 好 那還是賴恩的真心我們就私底下 好 我們好好的感受這樣子 好好的感受 我們就不要在節目上面出來 收在心裡 但是賴恩真的很棒 賴恩很常就是會 鼓勵 我們這樣子 對 而且他就是跟我們互動超多的 對 就是這樣子很好 因為很怕我們東西PO出去 都沒有人理我們 然後賴恩那時候 就是我們刮沙 播出去之後啊 他還私訊我欸 蛤 就是他給了我 他覺得你身體最不好嗎 一大串很鼓勵的話這樣子 喔 對 就覺得很感謝他 喔 為什麼我沒有被鼓勵 開始你不需要嗎 喔對 我不需要 謝謝 賴恩我真的不需要 沒關係 哈哈哈哈 好 那再來 終於念到3月份的了 好的 那這一個是金川 他說 祝同為3月13生日的GG生日快樂 哇 生日快樂這場詞 都已經幾月了 好啦好啦 差不多就好了 他說 祝福三位越來越漂亮 分享一個我高中室友 跟3月13的緣分 他三個室友裡面 有兩個3月13生日 蛤 高中同班的好友 也是兩個3月13生日 跟他相處不錯的同事 也是3月13生日 蛤 連國中的朋友 都是3月13生日 整個3月他都在到處慶生 比他自己過生日還忙 哇 好可怕喔 這要約在一起過就好啦 對啊 可是互相不認識吧 嗯 欸 以前我們大學社團也是啊 你大學就知道 就是比我高一個年級的 也是3月13一個學長 嗯 然後再來是我 然後我們底下 下面還有一個學妹也是3月13生日 哦 我們3月都同一天 然後剛好差一集 我反而很少遇到跟我同天生的耶 我至今只遇過 嗯 我也沒遇過 兩個 兩個人而已 真的喔 所以3月13真的很棒喔 哈哈哈哈 很適合生孩子喔 很適合生孩子 好 那再來是冰冰 他說 他說我是那個開車在路上被後面猛撞還活著的人 哈哈哈哈 他有一次私訊我們啦 就是說 他好像因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講那個開車的時候 比如說被後面追撞還是什麼 你會擔心這件事 然後他就來私訊跟我們講他這個故事 對 他說 所以想跟宣說不要趴 哈哈哈哈 這個故事太勵志了嗎 對 好勵志喔 被猛撞也沒事這樣子 真的耶 幸存者偏差的留言 哈哈哈哈 好 那最後一個我就把它唸完喔 好 這個是男婦產科醫師票寶 好酷喔 男婦產科醫師票寶 他說 非常喜歡真是抱歉每集都準時收聽 想要對54集HPV的部分 留言他講一下 他說 宣提到HPV感染是以女生為主 身為婦產科醫生想要宣導一下 其實HPV感染男生女生都是一樣高的機率 而且對男生一樣有造成癌症的風險 比如說肛門癌 陰莖癌 口咽癌 哇 好多專長的名字 他說 甚至2024台北市已經要開始對國中男生 實施公費HPV醫療注射 都是跟男女一樣的標準 都是一樣的 對對對 所以他說鼓勵男生也要盡早試打HPV疫苗 欸 公費耶 好滑喔 但是還沒有確定嗎 不曉得耶 現在大學應該已經有了 公費的 我記得 那就是大學 就是學生你有機會就去打 因為他能量是越早打越好 所以他才會是從國中 國中 所以大家就是把握機會 感謝這位男婦產科醫師 沒錯 謝謝 謝謝提供資訊 真的好重要 我們需要一些衛教資訊 沒錯 好 那就這樣囉 下班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